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这个许乐 服务员买单 什么事啊 他给我约了一个外地的供应商 谈事情 你不跟我说一声 算了算了 我得赶快过去 让人家等着不好 那你赶快去吧 好 我赶过去了啊 我不陪你吃了啊 来不及了 你自己吃吧 然后我到公司 让司机过来接你 好不好 你好好吃东西啊 不好意思啊 亲爱的 没事的 你赶快忙去吧 喂 你好 你好 什么 不行 我这批货 真的很着急很着急要用的 我知道 我知道台风问题 但是你得想办法 一定要帮我发出来 你要什么订单号 订单号啊 好好好 我想想办法 你要尽快帮我发货啊 我真的很着急的 小姐 您好 给您 谢谢 这么贵啊 您可以核实一下 您可以核实一下 小姐 我们这儿是可以刷卡的 但是我这张卡好久没有用了 我其他银行卡也没有带过来 刚刚那位小姐你有看到吧 她是这里的常客 跟你老板应该很熟 可以寄到她账上吧 不好意思小姐 我们这儿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很抱歉 那要不这样吧 我先回去取钱之后 我再把它送过来给你 小姐 这恐怕不太好吧 您说您要是走了 我上哪儿找您去啊 再说了 您背得起这么贵的包 难道您一顿饭钱付不起啊 我不是付不起钱 你这人怎么这样说话的呀 小姐 您别生气啊 我不生气 我可能不生气嘛 有你这样说话的吗 你把我当什么了 我不是来这里白吃饭 我只是没有带够钱 你自己刚刚也说了 这里随随便便一件衣服 不够我在这里 吃个三次五次的吗 怎么这么说话呢 是 您的衣服呀 我们不要 但是您吃了饭 就必须得付钱呀 干吗这么大惊小怪的 跟客人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这位小姐的单我来买 你下去吧 秦总 来 坐 来 请坐 这么巧 你也来这里用餐 是啊 秦总 真的谢谢你替我解围 找个时间 我赶紧把钱还给你 曼丽小姐这么说 简直是在打我耳光啊 我能为曼丽小姐做点什么 那可是我求之不得的 林思佳这个人吧 还是很热情的 我跟他打过很长时间交道 他呀 是个大盲人 成天风风火火的 要说易美私有今天 他还真是个大功臣 不过呢 有得必有失 商场上得意 情场上可就未必咯 现在男人们喜欢的 不是他这种性格的女人 听秦总这么说 好像对男人的心理 很有研究 我说的其实是一般规律 曼丽 好 不好意思 我就直呼齐名了 你呢 也不必叫我秦总 就叫我秦天吧 你和思佳在一起啊 两个人的气场 可就完全不同喽 那你快说说看 我们两个哪里不同啊 打个比方吧 玫瑰和百合 虽然都是花 但是你知道 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一个是红色的 一个是白色的 不不不 百合虽然清新自然 而且香气迷人 但是它缺少 玫瑰的那种神秘和娇艳 曼丽 你身上有一种 特别的魅力 那是林思佳所不具备的 你是那种 怎么说呢 对 特别女人的女人 曼丽啊 比邱阳那叫痛食良机 我告诉你 他心里未必没后悔过的 其实林思佳呀 不配做妻子的 我要是李秋阳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像何小姐这样 温柔婉约 大方得体的女人 才适合做另一半 可惜今天不是李秋阳 她的话又让我心里 隐隐作痛 算了 算了 别又开始胡思乱想了 请问陈静怡在吗 我们老板不在 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那她什么时候回来 这个不好说 谢谢 好 没事 喂 是陈静怡吗 是我 请问你是哪位 你认识和双吗 青青 你现在在哪儿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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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报道 清清 清清 真的是你 清清 快来 来 屋里坐 要不然我们去茶楼吧 好 我这里有鲜榨的果汁 我给你倒一杯 来来来 坐坐坐 来 不用了 父亲 这张陌生的脸 就是抛弃了我和妈妈的父亲 好 时间过得真快 你都长这么大了 长得跟你妈妈一样漂亮 我妈妈是很漂亮 可是漂亮有什么用 她没有心具 单纯善良 到最后还不是被男人给抛弃了 而且勾引她男人的 正是她最要好的同学 也是她的闺蜜 我对不起你妈妈 也对不起你 清清 现在跟我说对不起有什么意义呢 这是我的真心话 我要见她 你要见谁 你是说她 顾天明 天明 你最挂念 最想念的女儿来看你来了 清清来看你了 你爸 跟你爸说几句吧 不好吧 这个城湖 也太新鲜了吧 你千万不要以为 我是为了你才掉眼泪 不是 不是因为我那可怜的妈妈 还好自己 还好自己 因为你根本就不配做我父亲 你不配 知道吗 你爸爸 真的没有忘了你这个女儿 他一直惦记着你 我们的超市和农场 都用清清来命名 就是提醒我们 他要时常想起你 那你怎么不说 是为了悼念我呢 你爸爸临终前 一再嘱咐我 一定要找到他的女儿 虽然你爸爸不在了 我会 用我余下的声明来补偿 要怎么补偿 你们补偿得了吗 好 爸爸 我告诉你 我今天来这里 不是为了要祭奠你 我来这里是要告诉你 我也要告诉你 陈阿姨 我这一辈子 都不会原谅你们两个 请请请 我再说一遍 我叫何曼丽 曼丽 你现在住在哪儿 我可以去看你吗 你有什么事找我和固然都行 我知道你刚从美国回来 住在朋友家里不方便 还不如住到我们这儿来 不必了 倒是我要提醒你一句 这些事情 绝对不要告诉故人 我真不希望你们上一代的孽寨 再延续到我们身上来 我知道 我不会告诉他 故人他是无辜的 所以你放心吧 一枚寺的老总 是我最要好的同学 该关照的地方 我会关照的 这你不用担心 好 那就谢谢你了 你刚才说的什么 什么公司 一美司是做服装的 一美司 那个老板是不是叫李秋阳 对 他怎么去了一美司 各位 一美司想要走出国门 南非这个单子至关重要 一定要拿下 即使不挣钱也要拿下 我跟林总的意见是一致的 我希望大家能够把眼光 放得再长远一点 古人 英文的标书你翻译得怎么样 初稿已经出来了 我正在叫对 但是有几处用语容易引起误解 我现在查队国际服装 这种仿制的专用术语 会尽快出来的 好 竞标是我们一美司 现在当务之急 最大的一件事 还有就是旗舰店 也有很多问题需要处理 所以 周六周日要辛苦大家 又要加班了 这个没问题 加班是常事的 妈 怎么了 我在公司加班呢 手机放到静音 您来电话我没有听见 出什么事了 你说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去给伊美斯仇人打工 你知道你爸爸 是怎么死的吧 是被李秋阳给害死的 你爸爸尸骨未寒 你居然 居然去参加他们家的 家庭聚会 你 妈 妈 妈 你别生气 别生气 妈 你听我跟你说行吗 你先坐下来 你对着紧紧死去的爸妈 我没要你这个儿子 妈 我怎么可能去做 对不起爸的事呢 其实我进伊美斯 就是想调查事情的真相 为爸报仇 为你爸报仇 对 怎么报仇啊 我还没有想好 但是我想总会有机会的 只要我进了伊美斯 慢慢接近李秋阳这个人 查到他逼死爸爸的证据 将他丑恶的嘴里公布于住 这么大个事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我不说是怕您担心吗 所以想找个机会 慢慢跟您说 我不是有意要骗您的吗 这个李秋阳 想侵吞咱们家的超市 你爸的命就丢在他的手里 他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你爸没了 我现在就你这么个 唯一的儿子了 你明白吗 妈 你放心 你儿子不会杀到 去为李秋阳陪葬 我求你了 你就让我继续在伊美斯 待下去吧 那你一定要当心 做事不要鲁莽 无论你做什么 也挽救不回你爸的命 你明不明白 妈 我知道了 你放心 好吗 妈咧阿姨 我 妈咧阿姨 我的爸爸妈妈回来了 乔子到门口了 回来了 回来了 快过来 多多 来 听玛丽阿姨说 你乖乖地躲进去 等着我的好消息 好不好 快进去啊 听话 躲起来 怎么那么晚回来啊 又去应征了 妈 公司那些事太多了 你们吃饭了吗 都几点了 妈 你不知道这两天 南非那大客户 好几家公司 争一个项目 天天是标书的事 再加上这两天 旗舰店要开业了 你说这两件事 挤一块 我估摸着 明天还得加班呢 明天 明天可是星期六啊 你早就答应多多 周末带他出去玩两天的 怎么忘了 还出去玩呢 妈呀 思佳 这单子是不是你接的 我告诉你啊 这单子接下来 这样的客户可不好对付 妈呀 我每天公司的事情 弄得我头晕脑胀的 妈呀 如果周末再让我带 那小祖宗出去玩 弄死我算了 公司重要 儿子就不重要了 好好的公司开着 怎么又想起搞旗舰店来了 我早就说过 钱是赚不完的 儿子只有一个 命也只有一条 对了 我前几天可是在网上看到了 有几个公司的老总 那是干什么的来着 算了算了 管他干什么的 反正四十岁不到 累的 命都没了 妈至于吗你看 网上有的 阿姨 你说的这些道理 他们全都懂的 要不这样吧 反正我也没事 那我就和您带多多 去外头玩两天 他们忙他们的 我这样 也算是替你给多多还个愿吧 曼莉阿姨 你真是太给力了 宝贝 还没睡呀 离多 几点了 几点了你看看 怎么还不睡觉 早睡早起 你知不知道啊 你高兴什么呀 我答应你了吗 妈妈 你答应我吧 你和爸爸好好工作 工作是很重要的 出去玩还要穿高跟鞋 走路会很疼很疼的 谁出去玩会穿高跟鞋呀 很疼很疼的 你看曼莉阿姨好说话 你就求曼莉阿姨是不是 让我答应你可以 那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回来之后好好练琴可不可以 答应得还挺痛快的嘛 曼莉阿 那就辛苦你了 不会啊 可以出去玩了 好 给争料 好 high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来来 多多 上去吧啊 来 小心 多多啊 上去 行啊 你电话响了 哦 你电话响了 喂 多多 玩儿痛快了吧 扇子呢 真的 你也在这里啊 安丽 往你的右边看 你的右边 看到没有 看到了 方便见面吗 方便 那等会儿我过去找你啊 一会儿见啊 阿姨 我有一个美国朋友 他说他也在这里 他刚看到我 让我过去跟他喝个咖啡 这么巧 在这儿遇到美国朋友 是啊 去吧去吧 要不 我们就在那个海鲜楼等你 行不行 好啊 等会儿我结束之后 我再去找你们 要不要叫朋友一起来吃饭 我等会儿问问他怎么样 再跟您说吧 好 一会儿见啊 多多啊 要听奶奶的话不许乱讨的啊 好 开车了 再见啊 拜拜 好 一会儿见啊 拜拜 拜拜 小心啊 好 满丽 秦大哥 秦总 满丽 能在这儿见到你 真的好开心哪 你真的是吓到我了 太让我惊讶了 怎么就突然出现在游乐场呢 有什么可惊讶的 男人就是疯子 过去的皇帝 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 连江山社稷都可以不要 相比之下 我来趟游乐场 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吗 你真是爱开玩笑 满丽 我不是开玩笑 那次联谊会上 第一次见到你之后 我就对自己说 我会和这个女人之间 发生故事 你真的是太浪漫了 那天看到您 我也对自己说 我绝对不会和这个男人 发生任何故事 我绝对不会和这个男人 满丽啊 什么叫故事啊 我们今天能在这儿见面 这不就是故事吗 来 谢谢 现在外面人家都说 李秋阳现在是 坐享其人之福 童阙深宫 锁二桥啊 秦总 这玩笑可不能乱开啊 李秋阳的心里面 就只有一个女人 就是她的老婆林思佳 您这么说 真的把秋阳给享俗了 算了吧 你那两位老同学呀 真叫厉害 对我们绿宝石 一点情面都不给 这次南非投标 他们本来不想投 一听说我要投 全都上来了 我现在的对手啊 谁都不怕 我就怕这两口子 这是真的 我真的 对你们的生意一窍不通 完全不明白 很简单 找投标嘛 最后拼的就是个标底 你这次投标 你是希望绿宝石赢呢 还是希望一美私赢呢 要说心里话哟 我希望你们双赢 回答得好 回答得好啊 跟曼莉聊天就是有趣味 对你这么个可爱的小妹妹 我就不想绕什么圈子了 说实话 南非投标 对我们绿宝石非常非常重要 你明白吗 这件事情眼下很急拖不起啊 好 曼莉 如果你能帮我打听到 一美私投标的标底 我给你十五万 还是没劲 秦总 我真的很谢谢您 对我的热情和关照 我心存感激 四家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也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怎么可以做出 出卖他们商机的事情呢 您说这些话 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曼莉 我真是没有看错人哪 现在像你这样 多情多义的女孩子 真是少见了 来 记得四家说过 秦天是眼睛后面 还有一双眼睛的人 看来他没有说错 这个秦天确实是一个 很有心机的角色 这样行吗 行 就他了 三个五 多一个小数点 四个五 讨厌 爸爸妈妈你们 儿子回来了 走 你们的宝贝儿子 我回来啦 来了来了来了 快快 儿子 多多 爸爸爸爸 儿子 多多 走 妈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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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 妈 多多 乖 过来 买这么多东西啊 累坏了吧 来 跟宝宝学着点啊 没事 倒杯水 累了 这次辛苦你了 不辛苦 多多 过来 让妈妈看看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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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问你 万里 喝水 告诉妈妈 这次有没有不乖 让玛丽阿姨抱你走路啊 多多这次 可懂事了 她都知道要先帮忙 买门票 买饮料 重点是 她还晓得 家破的时候 要扶着奶奶走路呢 真的吗 我的儿子 越来越懂事了 说什么悄悄话呢 好 她说啊 她想赶紧把 买给你们的礼物啊 送给你们 再给小林姐姐 爸爸 妈妈 闭上眼睛 阿姨 那我先上楼 洗洗脸啊 好 拿来呀 马上 什么东西啊 妈 你快看啊 三件一样的 是啊 我早就想买三件 一模一样的衣服了 一家三口出去多帅啊 对吧 老公 一家几口 妈妈 你说错了 一家四口 好 知道家里还有一个奶奶 乖孙子 奶奶没有白粉你 咱们一家四口 穿一样的 妈 你还没收多少啊 那你穿我的这件 妈 我这件给您送你的呢 要不我再给你买一件 怎么办 我要穿 就要穿 要不您这穿我的这件吧 妈 那你穿我这件 行了 得了吧 表书 这个数字 不就是擎天想得到的 一枚四的标的吗 侯姐姐 你在这儿是 哎 中药接好了 还是热的 你先呼了吧 哦 先等一下啊 你看看他们 门没关 把所有的文件 全部都吹到地上去了 我把门关一下啊 哦 妈妈 我们星期五学校 开运动会 你就穿这套衣服 去给我加油吧 穿这套衣服 我们一起去啊 那你让爸爸妈妈 干吗去啊 你给我当啦啦队啊 爸爸妈妈很想去 但是 干吗干吗 你们又想干吗 听我说啊 爸爸妈妈呢 当然想去了 但是星期五啊 我们有一家新店要开张 有很多很多的人要来 对 我们要照顾 知道吧 那我不管了 我去我爸爸妈妈去啊 多多多 宝宝听妈妈说啊 妈妈跟你讲 让奶奶代表爸爸 让玛丽阿姨代表妈妈去 好不好 这好 这好 讨厌 脱下来 脱下来 多多 多多别闹 别闹 多多 你 我要给玛丽阿姨抓 我要玛丽阿姨到我的妈妈 多多 你刚才回来的时候 不还是开开心心的吗 你怎么可以这样 跟妈妈跟爸爸说话呢 这是怎么了 出去玩了两天 回来连亲妈都不要了 多多 我让妈妈去讨厌我 不要妈妈 不就三个拉拉队吗 奶奶去 不就摇摇小旗子吗 妈 没事没事 小孩瞎生气 过一会儿就好了 别生气啊 这孩子我也管不了了 你们谁能管谁管吧 曼丽 你当他妈行吗 这妈我当不了了 别这么说 怎么说话呢 你怎么跟多多似的 说话也不动动脑子 你千万别这么说 孩子万一听到当真了 说你不要他 那 那他怎么办啊 你还说我呢 都怪你 你非得让我要孩子 要孩子 要孩子 一结婚马上就要孩子 我工作还做不做了 我这边要管公司的事 我那边还要管孩子 不是这意思 我不是个称职的妈妈 我当不了 你以为我不想去啊 老婆 四姐 老婆 四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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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话的 他 妈 妈 我让你们要孩子 还要错了 他没说您说我呢 在外边风风火火的 像个人模人样的 回来连个孩子都管不好 不是 他没说您 说我呢 您别生气啊 秋阳啊 别生气 要我说 这女人最重要的 还是要相夫教子 你们这代人是怎么了 怎么一点传统观念都没有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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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阳 小孩子说的话 你让四家别往心里去 你赶紧去安慰他 快去啊 真是老的 老婆啊 你看你 你看你 两三句话不对付 就生起气来了 是吗 咱们能不能对家里人 对多多 多点耐心哪 女人当了老总 就不成女人了 对家庭不能这样 你知道吗 多点耐心 行不行啊 你以为我不想有耐心啊 可是我这一着急我就 好好好 秋阳 怎么了 我是不是跟曼丽一样 我得了焦虑症了 公司的事我焦虑 多多的事我也焦虑 要不我就是更年期提前了 好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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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我告诉你 你身体没有问题 是你的心里有问题呀 你的心里才有问题 行了 别想那么多了 明天还得交标书呢 快睡觉去 这标书打算怎么样啊 就这样 四个五 定了不改了是吧 对啊 标底就这么定了 我们的核算师都说了 标底这是最低最低的了 告诉你啊 只有我们医美私 能做出这么有水平的标底 别的公司根本做不了 行 那明天赈稿一出来 我们就直接封标了 这门刚才不是开着的吗 你给关上干吗呀 我说这么热闹 这明明是你关的 怎么赖我呢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我什么时候关上了 行 我不跟你说了 林总让我通知你 南非商贸代表团 要来参加旗舰店的开张仪式 需要一个英文翻译 指明由你来担任 你要先熟悉一下专业用词 省得到时候犯错 那可是出国际洋相 我看见得到了 呢 许乐乐 喂 赵勇啊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表哥 正加班加点的干呢 周末都没歇着 两口子对这事可上心了 说是走出国门的第一步 宁愿降低利润 图的是常委发展 旗舰店十八号就要开张了 林斯嘉说 是李安排南非的商贸代表团 要来参加 旗舰店的开张仪式呢 稳住气 别让他们那些花拳绣腿 慌了你的神 外贸局那边啊 我有关系 安排个参观视察的没问题 你知道我关心的不是这些 是他们标书最后的报价 懂吗 我懂我懂 昨天的初步报价 不算最后的数 今天李秋阳他们 还要去车间重新算一遍 弄不好还得低呢 估计最后定盘子 也就在这两天了 好 我要派人去趟香港 和那个吴老板呢 商量一下价格 我要把布料的价格 再往下降一降 我们的标书 也在调整 静等你那边最后的消息 我明白 表哥 不过 最后的标的 都是李秋阳和林思佳 两口子定 我不一定能看到啊 进来 赵勇 有事吗 林总 这几张请柬 是专门给南非代表准备的 问题是我们没有 专门印刷英文的请柬 而且也不知道他们几位的名字 您看 南非这个请柬就不需要了吧 他们由商会出面邀请的 就不用这个了 那其余的请柬 你都按照原来的送过去 千万不能遗漏 放心吧 都按您的要求送的 包括隔壁的超市 这边 放了 这边 那标的没什么可减的了吧 利润其实已经做到最低了 还是老化 这是必须的 如果伊美思要走出国门 必须要迈出这一步 即使要放弃一些眼前的利益 您说的 那是 那是 还有事吗 没有了 我还要到旗舰店那边去 有事你打电话 好 你去忙吧 好 固然 你过来 我正好找你有事 您坐 这是我们新的标书 重新调整过的 您按照这个内容呢 去把英文标书好好调整一下 好 要再三审核千万不要出错 下午到打印室 跟许乐乐一块儿 帮我一样打五份 下班之前把这复印件 包括影印件都送过来 我要封标 固然你记着 这标书内容千万不能 对任何人泄露 这可是商业机密 知道了 颖总 去吧 那我先去了 那个商场几点下班呢 可能十点吧 就是 一会儿陪我去呗 行 我想去看见衣服 固然 还加班呢 是啊 那我们先走了 走了 拜拜 拜拜 差不多弄完了吧 渴了吧 喝点水 不渴 那饿了吧 吃点巧克力垫垫肚子 我现在也不饿 好 一会儿弄完了 我请你吃饭吧 今天晚上 我要回家陪我妈吃饭 对了 你说你们家农场 很大很漂亮的 你什么时候 带我去看看吧 许乐乐 我现在在工作 等我工作完了再说这事 好吗 乖 一 二 三 亮灯 怎么样 不错 挺好的 是吧 还行 不错 不错吧 那个柜子啊 再摆过来一点 好 待会儿再调一下 里面会更不错的 走 看看去 里面更好 进来看看 大家抓紧时间下班啊 别再加班了 你慢点 好嘞 顾太太 看看 怎么样 这霓虹灯不错吧 这是我们李总特地挑的 据说啊 香港渣打银行圣诞节 用的就是这种灯 光不特别强 隔着海都能看见 明天旗舰店就要开张了 我们李总不计前嫌 特意给您送了份请柬 我不敢打扰您啊 就给顾然了 顾然说啊 你明天一定会亲自出席 这就对了嘛 本来嘛 你跟医美司这样的 大公司较劲 有什么好处呢 李秋阳 要夺走咱们那个超市 你一定 不能让他们得逞 妈 我们不能这么软弱 不然他们会觉得 我们故乡好欺负 不 闹到鱼丝网破 对谁都没有好处 尴尬 明天旗舰店就要开业了 我们李总不计前嫌 特意让我给您送一份请柬 妈 我怎么可能做对不起爸的事呢 其实我在医美司 就是想调查事情的真相 为爸报仇 好